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话道 他的名字叫白青 是我们家里人了 南极大帝点头笑道 别打了 我宫里还有一只 认好过来给他做个伴 回头对思明道 过几天你去带过来 这时白话看着南极大帝道 我爹娘说了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说着甩出自己的九尾路了 把狐狸毛递给大帝道 我们用这狐狸毛蒙事 将来你有事找我 我一定帮你 一众神仙一看都点头称 心想果真是帝君家的孩子与众不同 南极长生大帝手握狐狸毛 很欣赏地看着白话道 好 我就收下小帝鸡的心意 思明看了眼帝君心想 师父您老人家这鲜修的可没帝君厉害 不过能得小帝鸡的一个盟室 那也是很值得的 连宋一厅南极大帝又送了只白则兽 看了帝君一眼 自己抓起把核桃人吃 练习结束后 帝君抱起白话和白旗 一人亲了下道 现在你们有一样的坐骑了 以后不能打架了 不能弃娘亲了 凤九不情愿地道 不是说好白旗跟我的吗 白话道 娘亲去哪里爹爹都背着抱着 也用不到坐骑的 凤九也只好同意了 对着帝君道 四命师父真好 滚滚一边看着白话和白旗道 打得不错 下次给久久再打来一只就好了 说完拉起心里走了 帝君看着滚滚撇了下嘴 紫青殿内老天君留下了一子淋漠 闪闪一看走到大殿的出口处等着 过了不一会 里面出来了几个收拾果盘的小仙鹅 一个个叹气 其中一个道 林默上神也要结婚了 以后见不到他对咱们笑了 闪闪一听 拦住几个小仙鹅道 你刚才说说要结婚 小仙鹅回道 刚才听见老天君说把月桂仙子许给林默上神了 闪闪瞪大了眼睛道 你没听错 小仙鹅 我亲耳听到的 帝君凤九和连宋正说笑着往回走 就看见闪闪风一样的跑了过去 走在前面的滚滚看见不对 拦下了闪闪 帝君和凤九几个人也追了过来 凤九弯腰看着他道 怎么了 闪闪低头半晌不说话 一会抬起头看着连宋大声道 那老头你不要的给不死鸟 他自己不要的还给不死鸟 不死鸟凭什么要你们不要的 说完骑上小凤凰就走 远远甩回一句话 我去找老龙 滚滚一看对西女道 去你娘亲哪里 哥哥有事 骑上小麒麟追了上去 九重天上紫青殿前 连宋看着飞走的闪闪笑道 老头 凤九一听赶紧道 三殿下对不住 连宋道 闪闪说的对 老头又糊涂了 这时林默从店里走了出来 连宋看着他坏笑道 恭喜一兄啊 林默笑了吓道 依父也是一番苦心 林默看了下 问道 闪闪没出来吗 连宋 那丫头听说你要结婚跑南海去了 看来她没虐待你这师父 林默一听起身追了上去 连宋对承玉道 我也过去看看 最近四海都不安稳 凤九看着林默和连宋离开 悠悠道 闪闪不是喜欢林默吧 承玉打了下凤九道 他才一万多岁 凤九 我从懂事就喜欢帝君了 一边的帝君听了 拉过凤九道 小白多少岁懂事了 一般孩子几百岁就懂事了 拉着凤九的手很是期待地看着 承玉看着笑道 你们俩要不要这样虐个孕妇啊 没道德 说完拉着心女往前走 凤九一看赶紧打了下帝君追了上去 帝君抱起白话和白起道 饿得啥玩意 没听过 白话捏了下帝君的脸道 明父子说道德就是脸皮 帝君有时间的找他好好论论道去 白起道 父君 白泽兽咱们有了 你答应给我们挖的游泳池还弄不弄啊 帝君笑了下道 嗯 小燕叔叔应该很快就来了 连送一边和陵墨往南海走一边道 义兄答应父君啊 陵墨 其他的事我能都能替义父去做 闪闪骑着凤凰飞得很快 落到南海上空时 见下面海水翻滚 不是平时风平浪静的 从衣袖里掏出四海钉风珠进了海 入了海又想起哥哥还在后面 怕海浪太大又拿着珠子返回来接了滚滚 闪闪和滚滚到了柳禅的宫殿时 柳禅正迷了眼养神 闪闪一脚踢上柳禅的腿道 门口连个兵都不放 柳禅抬眼见识闪闪道 别欺负老人家 闪闪一听老人家火大了道 为老不尊 柳禅对着滚滚道 你妹妹这是吃了辣椒 滚滚不说话 只拿了桌子上一个看着比较好的果子给闪闪道 你吃个果子就好了 闪闪接过果子看着柳禅道 你要是有宝贝被别人抢了你咋办 柳禅狡黠的一笑道 抢啊 又道 如果用地悬石练功那有啥抢 闪闪看着他道 还惦记地悬石呢 你说你孤家寡人一个 抢了地悬石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柳禅气道 你这小孩子太毒蛇了 今天就是气我来了不成 闪闪 我是想找你打架 那别人还得赔 柳禅闪眼看着他道 我正好弄了个飞龙阵 你去破吧 你哥哥也去 柳禅把闪闪和滚滚带到了演兵场 叫水兵布阵 闪闪和滚滚进了阵中心 柳禅叮嘱了水兵不许用毒后 在外面看 闪闪和滚滚入了阵中心后 滚滚道 这个应该是古镇 兵书上没见过 闪闪 管他啥玩意呢 拿出剑就杀了过去 闪闪和滚滚现在的功力都不弱 只是英龙族的水兵变化 原身后头尾呼应 一时间被围在了中间 滚滚很冷静的看了一会找到了破绽 刚想告诉闪闪 滚滚喊了声妹妹 回头一看闪闪双手旋转画出闪电一样的法力 一时间南海上面海水翻滚 波涛汹涌 刚赶到的林默和连颂急忙入海 林默和连颂入了海 只见柳禅的练兵场里 英龙头尾呼应盘旋在闪闪和滚滚的周边 此时柳禅也发现了 闪闪的神情不对 挥手较为阵的水兵散开 林默急速飞到闪闪身边 闪闪见林默来了收了法力 连颂上前道 闪闪 你这一掌法力出去 这些水兵今天都得受伤 闪闪眼睛看着远处不说话 林默笑道 你误会闪闪了 她的掌力是向上的 所以刚才海水才会翻滚的厉害 连颂看了眼林默 低头对闪闪道 那是叔叔误会你了 闪闪道 我不与你计较 连颂 你呀真是东华亲生的 又看向滚滚道 我朝四海水军议事 你陪我去 一会咱们一起回去 滚滚盯住闪闪和林默后跟连颂走了 柳禅刚才看见闪闪画出的法力若有所思 上前看着闪闪道 你刚才的法力倒是奇怪 闪闪没说话 林默道 也没什么 她法术学的杂 可能是混乱了 回头的调理一下 柳禅看着走远的连颂也没再说什么 只对闪闪道 飞龙铃在你手里 我可以替你抢宝贝的 转身走了 闪闪看着林默道 我是生气了 我觉得月桂仙子不配你 又道 如果你想结婚了 我可以帮你找好的 林默神情严肃道 你都没亲自核实过 事情的真相就乱发脾气 还跑到不安全的地方 回去先罚你闭门一日莫送心经 想不通我们再谈 闪闪看着林默道 受罚可以 但你是我师父 如果不经过我同意就结婚 那我就把你逐出师门 林默一听笑了道 真正就是也可以记录到八荒骑士路里了 两个人出了海 闪闪看着翻滚的海水道 怎么感觉比我们入海时风浪还要大呢 林默看着水利 不时有些小动物被冲上海面道 这水环怕是要控制不住了 泰晨宫里 帝君正陪着双胞胎完 凤九不安的站在宫门处来回走动 一会又跑回到帝君身边道 我们还是去看看吧 那丫头一声气不知道水又倒霉了呢 帝君递给凤九杯水道 那老龙皮厚打几下无妨 凤九接过水道 你倒是很放心林默上神 就不怕他罚你女儿 帝君傲娇地道 他敢 这时白话指了下空中道 姐姐回来了 闪闪和林默落了地 凤九迎了上去 闪闪看了下凤九道 哥哥和连叔叔去议事 会一起回来的 闪闪看帝君笑着看他 便道我没闯祸 就踢了老龙一脚 帝君上前拉起闪闪的手道 帮他活动下筋箍挺好 累不累 一会叫娘亲给你做好吃的 闪闪道 今天我不吃了 师父罚我闭门思过一日 帝君一听 抬头看着林默悠悠道 罚你啊还闭门一日 林默微笑着回帝君道 他太急躁了 罚他莫心惊 双胞胎抱着小胳膊看戏 凤九刚想说话 闪闪拍了下帝君道 老爹你就别干涉了 我得听师父的 扭头纪念思过去了 凤九忍着笑对林默道 上神辛苦了 林默出了宫门 凤九看着一脸失望的帝君 取笑道 你大不中流啊 你也体会到了 白衣上神的苦出了吧 帝君委屈的看着闪闪的大殿 撇了下嘴道 有个严厉的师父 又拉着凤九道 木芙蓉花膏还有没有 凤九手又破了吗 帝君 我要美颜 闪闪都叫我老爹了 凤九听了仔细的看着帝君道 你一点都不老 还是东华哥哥 帝君抱起凤九道 口说无凭 检验一下 双胞胎看着爹娘又走了 喊道不完了吗 帝君 今天有流星雨去书屋上看吧 闪闪和陵墨离开后 海面上乌云翻滚 海浪越发的疯狂 空中的飞鸟惊慌的躲避着 不多时大雨滂沱而下 连颂召集了几个海的水军商议水患之事 北海水军连颂的二哥桑集道 在控制不住 不光巴黄要被烟 就是凡间也要受牵连的 南海水军道 我们也用了不少办法 可就是控制不住 要不然就开口把水仙引流到北荒去 连颂松松木的看了一眼南海水军道 北荒虽少神族居住 他大水入境一万生灵受难 他们的命不要吗 大殿上一时间嘈杂升起 连颂紧皱了眉头不说话 这是元济宫里的小仙官 匆匆入了大殿低声对连颂道 承欲上神腹痛 低后说可能要生啊 叫您回去 连颂交代北海水军待他一事后 匆匆回了元济宫 元济宫里药王和一众医师 围在承欲的大殿外 药王队匆忙进来的连颂道 意识还升不了 刚整过脉 看了眼连颂又道 三殿下还是请折颜上神过来看一下 我觉得承欲上神脉有些沉 这时凤九进来了道 我已经吩咐人去请了 你快进去看看承欲 连颂进殿看承欲微醋着眉头很痛苦的样子 连颂心疼道 这怎么比生心女还难呢 承欲疼得没力气说话 只紧紧抓了她的手 连颂一边给承欲轻轻地揉着 一边贴近承欲的脸亲吻地吓道 小玉你别怕 我就在这守着你 折颜道时已经是深夜了 承欲还是没有生的迹象 折颜进去出来后也是一脸的深沉 连颂追了出来 焦急地拉着折颜道 承欲他几时能生 折颜不会很快 我先开些要给他喝 此时的林霄店里也是彻夜灯火 夜话一脸凝重地听着 几个海的水军不停地上报蚊蝶 就连昆仑虚南的从吉渊 也都上报水患严重 掌管凡时山河的仙关贵了一地 凡时已经大雨下了几个月了 纷纷请求打开北荒饮水 园吉宫里匆匆赶来的少晚 看着折颜道 组织他怎么样 折颜叹了口气道 这一胎怕是要费些力气了 一连几日九重天上都是阴云密布 承欲已经疼了七日七夜了 一众人也是越发的焦急 凤九看了眼还稳坐着喝茶的帝君道 东华怎么办 帝君顺势把凤九揽到自己怀里道 累了吧 少晚看了眼帝君气道 他一个公的知道咋声 帝君撇了下嘴 抬头看了下空中的乌云对凤九道 你进去把连颂喊出来 凤九带连颂出来时 他眼里都是血丝 满脸的疲惫 连颂走到帝君身边 拉着帝君的胳膊 眼神无助又柔弱地喊了声 东华 凤九一听了起了鸡皮疙瘩 少晚道 这小的都这么会撒娇吗 转身看着墨渊 墨渊眼底含笑不说话 帝君一开连颂的手道 去给承欲收拾下 送他去回药海底 连颂扯着帝君不撒手愣愣地看着 一会道 好 少晚上前给了帝君一拳道 要死啊你 知道不早说 帝君擦了下肩道 你是母的 不知道吗 这时 连颂和凤九把承欲带了出来 帝君叫他们上了准备好的马车 一众人往灰渊海去 少晚把怀里的落连抱给滚滚道 你看这是妹吧 滚滚还没接 新女兰在前面道 我来抱 我爹说了 滚滚哥哥只能抱我 少晚道了句 你那混账的爹 追帝君他们去了 一众人入了灰渊海后 承欲脸色也开始好转了 身体周边有银色的先泽涌动 折眼拔了脉道 快了 很快要生了 承欲被拂进了大殿 历九日 大殿内荧光四溢 一声响亮的啼哭传出 十万年后新一代的水神 又降生在灰耀海底 承欲生产后 银色的光芒穿过海水 四海海水恢复了平静 水里群一起起游向灰耀海 连宋亲吻上成玉的额头 柔声叫了声小玉 一滴泪流了下来 许久后连宋拖了婴儿出了大殿 骄傲地对众人道 我儿子熙灰一条小银龙 连宋抱到帝君面前道 你是干爹你先抱 凤九笑道 又来个蹭饭的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